Hello 金牛座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那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正在面对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那在我的频道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月亮上升金星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你可以跟随宇宙的指引或相信你的直觉 去点选特别有感觉标题或星座 我相信里面都会有适合你的讯息在里面 那不管你是新朋友或老朋友都非常感谢 你们来到我的频道收看我的影片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帮我的影片按一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是收看我的广告 或者是用超级感谢来表达对我的支持 我都会非常感谢你们协助我的频道继续成长的经营下去 那今天呢一样会有这个 所有新座的开场讯息也会有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 首先就是如果你是要询问有关于个人咨询 或订购大天使能量蜡烛 或者是想要来追踪我的IG 收听我的广播的朋友们 在影片下方资讯栏以及我的iPad上面都有详细的资讯跟连结 那第二个呢平台最新的更新消息也就是 之前我有跟大家讲 我可能会在B站呢会有一个账号来一样同步上传影片 那在这边呢特此声明就是在B站的这个账号 我已经正式注销了好吗 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呢 我个人会觉得可能等我未来还有余力的话 那我再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平台 可以去协助更多的朋友们好吗 所以呢如果你在YouTube以外平台看到的影片 并非是我本人这个要特别告诉大家一下好吗 好不过我试着上成规期 但是遇到一些状况我也在广播的部分有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个尝试之外呢 也非常感谢这些翻山越岭来看我影片的朋友们好吗 好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个金牛座这一次的这个星座开场讯息 好吗 来首先呢这两周我感觉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非常需要去抒压或释放OK 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大吃大喝对你来讲是抒压OK 如果去户外走走对你来讲是抒压OK 如果你觉得说躺在家里耍背 判据是一个抒压也OK 好吧 就是我觉得你这两周特别需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让你自己内在所压抑的也好 或者是你觉得很疲惫的这个状况也好 去做一个舒缓好吗 这是你这两周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讯息 OK好那第二个讯息呢 我感觉这两周你非常适合的颜色是粉红色 OK粉红色的水晶粉红色的饰品服装配件 通通都可以你可以自行灵活运用去做一个搭配 我感觉呢这个粉红色比较有点像是说 你需要有一点粉红色这种氛围或能量 常在你身边呵护你或围绕着你 OK好 我感觉某部分的人可能是工作上面的状况 某部分的人可能是心情环境上面的转变 OK所以粉红色这个能量可以协助你 好吗 可以尝试去试看看 好吧好嘞那第二个呢 嗯第三个 第三个呢要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呢 我觉得这一两周你好像对电子设备的东西 特别有兴趣 因为呢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讲解你的排卡当中 我的那个那个手表一直在想一直在想 然后我就一直看一直看这样子 当然我不是分心 我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频率有点太太太集中了 但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这一阵子 你可能对电子设备特别有兴趣 你可能会买新的手表啊 新的手机啊 新的音响设备啊 或等等之类的就是有关于电子这种设备哈 嗯我觉得你可能在这一两周会特别感兴趣或去研究它 好吗 OK这个呢就是要给这一次的金牛座的朋友们开场讯息 好吗 那刚刚呢他们特别叫我补充一个粉红色能量场这个氛围再做一个说明 OK好 这个粉红色能量场呢其实也可以相对是说 比如说假设好了你的亲朋好友或你的另外一半都可以不管什么样的关系 这种粉红色能量场就有点像是说 当我身边呃可能跟我很亲近或关心我的朋友们 他会来说哎金牛座的朋友们你还好吗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粉红色的能量场 他们的氛围 他不一定只是单纯是爱情 OK好 所以我觉得你就是特别需要这些东西 可能朋友的关爱也好啦 家人的呵护也好啦 或者是情人的体量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好吗 好嘞 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的朋友们请注意 本频道是非常讲究灵活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呢 等一下呢我们在讲解这个排卡的过程当中呢 这些相关状况 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呢百分之百巨细迷移去形容到每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去描述跟表达 甚至举例说明 让你能够知道我所读到的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内容 OK 因为我不是一个单独解释这个排意或排阵的人 我是靠我自己个人感知的这种状态呢 去感受这些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还有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传递这个宇宙高频或天使 他们有什么样的兴趣 希望透过我传递给你 OK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语速有点过快 或者是太慢 请你到影片下方自行做一个调整 好吗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两周呢 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的挑战是这个权杖二 OK 这三组能量排卡分别是 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是这个权杖八 好吗 我们就一起来听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传递给金牛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周给你一点小小的建议 好吗 好那特别告诉大家呢 就是新来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我的影片是没有时间上面的限制 你可以在最好的时间看到他 就是最好的那个point 好不好 最好的那个点 那你当然也可以在看影片的前后两周 去做一下这个推敲 好吧 OK 好的 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这两周的讯息蛮特别的 OK 因为我已经看到一个路线图 OK 来 这两周之所以为什么你的挑战是这个权杖二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你正在交手这个相关状况元素 可能会去动摇到你的 怎么讲 你的去留 或你的 是与否 我举个例子说明 比如说 你现在在考虑要不要离开这家公司 或你在考虑要不要花这一笔钱 或你在考虑要不要跟这个男生告白 或者是你在考虑说 要不要去做这个决定或选择之类的 就是你在这边是有一个选择的心态 或者是情绪存在的 OK 这就是你的挑战 OK 那因为是你的挑战 我就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解释 OK 在过去的状况呢 你抽到是钱币二 钱币一 还有这个圣杯六 这三张牌卡呢 非常有趣的 这三张牌卡呢 组合在一起 我觉得还蛮棒的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权杖二呢 其实说实在的 跟这个钱币二呢 跟这个权杖二呢 其实说实在的 它就是这种思考 犹豫 周旋 衡量或者是评判的过程当中 对吧 所以从过去的状况 其实你就是有一点觉得说 我已经在思考 这个状况到底是好还不好 还有这一部分的人 有一部分人 我个人觉得你是在做 金钱上面有关系的一个取舍 我到底要花这个呢 还是买那个呢 还是我要省小钱呢 花大钱呢 还是我要投资房产呢 还是放弃股票呢 类似像这样 某部分的人 也是在考虑金钱的 这个配置 好不好 这是一个很小众的讯息 那这边呢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 你在考虑这个决定选择 或金钱来源上面的配置的同时呢 你又抽到这个钱币一 OK 而且是很大一颗的 那这两个牌卡放在一起 这个钱币二跟这个钱币一 给我一个感觉是 其实你知道 不管你做哪个选择 你只是想要做最适当 最好 最有投资报酬率 我这样讲好了 好不好 比如说 我决定投资这个房产 因为它未来有保障 有保值 我又可以住 我可能又可以卖 又可以转手 类似像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你知道 你在这边纠结 最终不管怎么样 都会迎来一个好的结果的 OK 因为钱币二加钱币一 其实是钱币三 钱币三的意思是说 不管你怎么做 只要你愿意去投入 去付出 去执行 最终你都会得来一个 还不错的结果 OK 但前提是 这两张牌卡 是要你能够去 秉除掉你过去的一些 我觉得习惯 好吧 我这边简单举例说明 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好了 你现在觉得说 嗯好 我准备要存一笔钱 或者我换一个工作 那我可能要去存钱 才能创业 类似像这样 你在这边很struggle 在想 我到底要放多少钱 在订存 我要放多少钱 在预备基金 我要放多少钱 放在这个 比如说进货成本 类似像这样 我就随便举例 那你在这个纠结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你是在试着 跟你自己朝向一个 我觉得更有发展性的 未来去前进 或者是 你以前不会去思考 这么多详细的东西 你会觉得 我以前花钱 就大手大脚嘛 对不对 OK 花了我开心快乐就好 但你现在会去思考 这笔钱要怎么花 这笔钱要怎么分配 类似像这样子 OK 但是因为这个是摆脱 跟你过去就有的 习惯想法模式 或者是选择 所以你得跟你自己合作 你才可以创造 这个钱利益的未来 这是这三张牌塔 要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你不可以再用 旧的方法去做事 而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有不同的结果 这就是这三张牌塔 很强烈的一个暗示 OK 那我刚刚有讲工作 对不对 比如说我再讲一个例子 给大家听 那你们可能会比较了解 比如说你在这边考虑 我要换工作呢 还是要创业呢 我要离开这个公司呢 但是我要留下来呢 类似像这样的感觉 OK 你之所以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选项 原因是因为 你有一个就有的模式 跟想法 或者是不安全感也好 或者是你就有的一些信念也好 卡住了你 所以你在这边做一个衡量 OK 只要你能够摆脱这个框架 或摆脱这个思考的话 其实你最终会从这两颗 钱币当中选出一颗 选出这个大颗的嘛 对你有利的嘛 那自然而然 你跟你自己合作 摆脱这个就有的模式之后 你就知道 你到底要是要留下 还是要换工作 还是要去检讨自己哪个地方 OK 所以我大概这样形容一下 你就可以理解了 也是因为 你跟你自己合作 你决定这么做 你注意看 你来现阶段的量场 你抽到命运之轮 你看这个一颗比一颗还要大颗 一颗比一颗还要大颗 从S size到medium 然后现在到来的这个 就是large size OK 所以三个size你都有了 OK 所以我感觉呢 在现阶段呢 金融座的朋友们 你现在是在一个 学习跟成长 或进阶的一个 蜕变的过程 这边呢 在过去应该有一个 什么样的相关状况 人数或事件 让你突然去 惊觉到这件事情 我钱好像不能这样花 我好像不能用这样子 态度面对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样子的 体制跟制度 让我没有办法 发展我的潜力 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因为这个东西 开始来了 所以你的命运之轮 就开始推动 它就开始转了 OK 你看哦 更有趣 我刚刚没有看到 你知道吗 更有趣的是 我起鸡皮疙瘩 你知道吗 你看 我刚刚没有看到 全家钱币三在这里 真的没有看到我发失 OK 你看哦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钱币二加钱币一 你来到钱币三了 OK 来 钱币三呢 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跟你自己合作 那命运之轮之所以 为什么要推动的原因 是因为 如果你呢 不愿意去放掉 你就有的这个 我觉得习惯也好 模式也好 信念也好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就不做罪数了 你去想啊 三加这一颗很大的钱币 就是钱币四 钱币四的意思就是说 你不可以没守成规 你一定要有所突破 你才能够掌握 这个什么东西 掌握你现在交手的 相关状况人数 它才能够来到一个 新的篇章 新的开始 新的觉悟 甚至是新的想法 OK 因为呢 你在抽到了这个 权杖一 在你现阶段的能量场 你的挑战牌卡 是你的权杖二 权杖二加权杖一 象征的也是一个 新的开端 我要选择 对我有力 或者热情的方向 去向前走 或者是去做一个 明智的决定 所以这个命运之轮 它才会开始转动 所以你看哦 这就是为什么 刚刚我讲哦 你的能量场是非常有趣的 它很像是一连串的 故事来到这里的 而且来到未来 能量场 我觉得很棒的是 你抽到的是 战车牌卡 抽到的是保健衣 还有力量牌卡 你看这三张牌卡 放在一起 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 好跟你解牌 你自己解就可以了 OK 也是因为这一连串的 成长跟改变 跟蜕变的过程之后 你愿意向前走了 并且拿出保健衣 很清楚明确知道说 好那我做出的决定 我的命运要往哪里走 那我要自己 能够好好的去划分 这个旧的篇章 跟新的篇章 然后我要用 什么样新的方式 是对我自己有利的 理智的 然后甚至是 有未来发展性的 去推动我的命运 然后重点是 这张牌卡很重要 这张牌卡叫做 力量牌卡 对吧 这个意思是 你看你要能够 驯服你心里的 这一头狮子 OK 所以你要能够 够理智 然后推动这个东西 向前走 踩上这一台战车 你的命运才会 开始转动 因为你抽到的是 全上衣 保健衣 前衣 你只擦圣杯衣 没有出现 你有没有发现 所以你这一个 驯服的这只狮子 是什么 就是传说中的圣杯衣 OK 这个狮子 其实象征的 就是你内在的 圣杯衣 这圣杯衣呢 你可以去套用 你自己的状况 它通常象征的是 心态 情绪 情感 或满足感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延伸 那种摸不着 看不着的自信心 或者是成就感 或者是不安全感 忧虑都可以 你要能够 有力量去驯服它 你才能够 有一个新的篇章 所以你才能够 向前出发 OK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会即将迎来的是 这个权杖吧 这个也是动能 OK 所以呢 其实你今天的 这个解排 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你一定要摆脱 就有的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东东 习惯做事 模式方式也好 都可以 你自己去想 你才能够 跟你自己合作 来推动 这个命运之轮 接着你会选择 一个新的方向 并且克服你这个 对你来讲 象征这个 圣杯衣的 这个什么东西 你才能够拿出 所有这三个 新的衣 向前走 并且动起来 动起来是这里 动起来 这个摄影机 可能拍不到 OK 所以其实 我个人觉得 你的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 我看似 听起来好像 真的吗 但是其实 我个人是觉得 你的能量场是不错的 只是呢 我觉得可能就是 要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自己 救我的这些 不知道什么东东啦 好不好 OK 好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 这个宇宙的验证牌卡 好吗 那如果你是新来到 我的频道的朋友们 我会非常推荐 你一定要看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会去验证我刚刚所说的 这些内容跟细节 也会请宇宙来给我们 更多的补充讯息 好吗 好 你的验证牌卡 还跳出蛮多了 好 虽然这一次呢 我是用别语以往的方式 因为他们希望我这一次呢 用这个五副牌卡 来提供给你一些 更加详细的这些说明 好吗 因为我觉得这次能量场 有点比较不太一样 OK 来吧 我们来看 OK 这张牌卡呢 是一个 那是什么 狐狸 对 他叫狐狸 他讲了一下中文叫什么 狐狸 OK 这张牌卡呢 其实你知道吗 狐狸是非常聪明的 但不是脚尖巨滑 OK 这张牌卡呢 我个人感觉就是 你要很清楚知道 你接下来下一步 到底要怎么做 对你自己才是有利的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 重复验证这些东西 你要能够跟你自己合作 像一个狐狸一样 非常聪明 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 什么时候该改变 什么时候要见缝插身 就是这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 所以我感觉呢 你应该要能够去 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下一步 这是这张牌卡 给我的一个感受 那这张牌卡呢 非常有趣 这张牌卡就是 你要能够去相信 奇迹也好 或魔术也好 这张牌卡啊 其实我觉得 某部分的金牛座女们 嗯 我觉得你不是不相信你自己 也不是说不相信宇宙 而是有一点像是说 因为当这个命运之轮 还没有来的时候 你当然会有一点觉得说 这样做真的好吗 那样做真的不好吗 但你为什么不去想 如果不管这样做 或那样做 都不会不好 对你来讲都是好 那你为什么要去担心 做错这个决定 因为呢 不管是走在哪一条路 或哪一个决定 一定都有你能够去学习的地方 就算就算 你真的拖了鬼 你相信宇宙也会把你 管管管管管 回来这个正确的轨道上 好吗 只是你也没有办法能够 真正的全然去 臣服放手或相信 我觉得这是这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 因为呢 这个 这只鸟啊 我感觉它象征的 有点像是 你的内在的这个 灵性智慧 跟你内在的这种 嗯 肯定度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好 那你错到这张牌卡是 钟雄 这个呢 是你看哦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是时候要去好好休息了 OK 所以呢 你看哦 这张牌卡就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刚开场有讲 如果你这一两周很累 你需要好好去修复 去释放 这件事情势必要做 因为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当你在很累的时候 当你在很疲劳的时候 你会很容易做错决定的 OK 那当然我不是说 你做这个决定是错的 而是说 你会没有思考周全 或者是你会 呃 可能仓促或鲁莽 做了一个你 没有去为你自己 去 我觉得设想也好 或者是去衡量也好的一个 嗯 我觉得冲动上面的这个选择吧 哦 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给自己一点点时间跟空间 我觉得是时候去 抒压一下 那我觉得你看待整个事情的 这个态度或心态 或者是角度 也会变得不一样的 好吗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一张这个大天使拉菲尔的卡 看一下 有没有什么样的讯息 大天使拉菲尔希望能够传递给你的 好吗 来 我看一下 来 听从你的预感 OK 这张牌卡呢 其实我觉得跟这个白鸟 就是有一模一样的意思 OK 我感觉啊 这张牌卡就是 你明明知道 哪里不对劲 或者是你明明知道 我觉得这样是可行的 我觉得你应该要多相信你自己一点 好吧 这就是这两张牌卡 我觉得有点像是在重复验证 然后呢 这边有一部分的人 我必须要跟你讲一下 为什么我刚刚前面会有特别讲说 里面有某部分人是在金钱上面的财务分配 这张牌卡呢 它的数字是66 OK 那通常呢 66呢 你们可以去查看看天使数字 但是这个66号牌 给我有一个感觉是 你太focus在金钱领域上面了 就是 哎呀 那我投资这个房产 不投资股票可不可惜啊 哎呀 如果花这个钱去买这个电子设备 那我现在存款是不是少2000块啊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要去思考 花这个钱 之所以为什么要花 原因是什么 那对你来讲 又有什么样的好处 我觉得这会胜过于 你去看到那个数字 低下来的这种压力啊 或压迫感来得好 好不好 OK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一张牌卡 来看一下 有没有比较明确的时间点 或者是额外的补充讯息 好吗 好的 来吧 OK来 这张牌卡就是 你即将会看到这个 结论或结果 OK 所以呢 我感觉 这边啊 其实 这个转折点 应该是蛮快的 甚至 我觉得这张牌卡 给我有一种 突然好像 很中间跳出来 这个能量场 就是某部分的人 其实你们已经坐到这里了 OK 你可以去想象 这个故事不用太复杂 你就想象 你要去买一台 你梦寐已久的 比如说非常进阶的 什么电子产品 好不容易 终于大打折了 好不容易你也存够钱了 好不容易 你也有空间去买这个东西 放在哪里 或怎么用好了 随便你 你终于来到这个转折点了 但是你在犹豫 类似像这样子 但其实你知道 就给它开下去 就给它花下去 其实你会知道说 它在未来 其实第一 我身心得到满足 因为花钱很开心 第二 你买这个电子产品 是为了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让你能够回到家的时候 好好地去抒压 去使用 去娱乐 什么等等之类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要买什么 OK 所以其实能够为你带来 更好的这种 未来的这种反馈效应 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是 你们某部人是已经来到 这个决定的 这个决策点 好吗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情 讲简单一点点 不用太复杂 OK 那这边呢 这张牌卡是 你自己看 我都还没看呢 你看我光看到这个字 我就知道 请你去期待 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转变 这个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命之人要来了 你势必得要去推动了 因为你刚刚后面抽到 这张牌卡都是 push push 动动动 该向前向前向前 去做一个决定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 这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看这张 我还没有看这张的时候 我就感觉 这好像有那种 能量跳出来 告诉我说你已经来到一个决策点了 所以你要能够去期待 有一个非常棒 非常好的一个转变 OK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抽一张这个女神牌卡 等一下呢 也会来抽一张这个 独角兽的牌卡 来看一下独角兽 有什么样的 休息 希望可以提供给你 做一点协助 好吗 好 来 我看一下 这张牌卡蛮特别的耶 因为你看哦 这张牌卡你是一个女神 然后呢 我的笔掉在地盘上 好 我用手 好 来 这张牌卡很特别是 这边有三个玫瑰花 这三个玫瑰花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钱币伞 就是你前面抽到的 这两组的钱币伞 就是你要如何 我觉得这张牌卡 比较有点像说 你要如何把自己重新整合 或者是把旧有的东西拿掉 新的东西让它进来 你现在原有什么东西 然后好好的去把它 重组一个 对你来讲 可能更有效率的 一个模组也好 或更有效率的 做事方式也好 我感觉这张牌卡 有点像说 你需要能够好好去 重整你身边的 这些相关状况人数也好 资源也好 或想法也好 模式也好 这是这张牌卡 给我的一个感受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抽张牌卡 有关于这个独角兽的讯息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嘿 好嘞 这张牌卡呢 是要告诉你说 请你能够去许一个愿望 并且能够期待 有最好的结果 这张牌卡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个独角兽 回头看这个星星 给我有一个感觉是 我觉得你在做 某些决定的时候 你很怕措施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 很怕措施什么 比如说假设 就像我讲的 你可能买了一个什么东西 投资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的银行的水库 就变少了 所以你很害怕说 那我这样会怎么办 什么的 这边就是有一种 你可能会害怕措施 或者是可能会害怕 少了什么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卡是 你为何不换个角度 这个转头过去看 有点像是换个角度去想 这个什么相关状况 是或你要投入 或投资的这个东西好了 它未来 其实可能会为你带来 更好的结果 这是这张牌卡给我的一个能量场上面的感受 那这张牌卡呢 叫做 就是brothers and sisters 这两张牌卡 给我一个感觉 就是说 你要去想一件事情 你要能够好好的去跟你自己 成为最好的战友 这是这两张 不是这两张 这两张独角兽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要能够跟你自己并肩同行 你不能有那种人格分裂的形象 就是我想买 但我怕没钱 我要换工作 但我找到新工作吗 可是我想要投资这个 但那个会不会更好 那你去讲一件事情 你要如何像这两张独角兽 朝向同一个前进 因为你看 他们的眼神是有一点点迟疑的 有一点点 我就顾虑吧 所以我觉得这两张牌卡 都是要你能够去思考一件事情 如果你去想 你能够把你自己重整好 处理好 甚至做好这些最终的决定 不管来到什么样的状况 或情况当中 甚至是挑战 我觉得你都有能力 也能够有这个 我觉得决心法 去完成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去想 这可能对你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长期投资 不是吗 这可能对你来讲 是很好长期的 身心灵的状况 或者是这种健康上面的这种转变 Why not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三只独角兽 让我再次有一种 回到这个前必三的感觉 就是如何跟你自己 去做一个合作也好 或者是重整也好 或者是结盟也好 好吗 好 那呢 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能量牌卡解读 进入作为朋友们 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 主要的课题是来自于你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两周 就像你刚刚抽到那张牌卡 给自己一点点这种 休息的时间 Take time out 所以呢 我觉得你会觉得充电也好 你会觉得 释放一点点这种压力也好 我觉得 接下来 你就会知道该怎么做 好吧 好 那以上呢 这个就是我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两句话 如果有帮到你的话 我就会非常的开心 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Gi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